我一刀薄杂勒 就是因為這個廚師機 莫名其妙薄杂勒 為什麼薄杂勒 我電是插著的沒錯 但是我電源根本就沒開 我們已經沒開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媽那你沒事了嗎 回來就 欸欸 妳刀會消除啊 妳刀薄杂 哇靠腰哇 趕快回來這個家裡看 哇幹 那個火灶嗎 你看這個他媽 這個他媽的天花板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媽火燒到多高 他媽至少燒到這麼高喔 OK 各位觀眾 現在聲音要小聲一點 因為別人在睡覺 現在時間是凌晨的一兩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上 滿滿的腳印 滿滿的腳印 就知道剛剛這邊有多麼的精彩 來跟我來 過來 OK 各位有沒有看過 藝術家的一個家是長什麼樣 這個是我特地從 法國 專門請一位設計師來為我們家 專門打造設計這個 我們的房子的裝潢 所以其實不是火災啦 真的不是火災 大家跟我來就知道 OK 各位觀眾們 現在我拿一支手機 拿著對著我 其實我家是有燈的喔 你們不要覺得沒有燈 現在拍起來真的非常黑 這個燈都是有開的 但是 我家因為 零刀飽雜 零刀灰燒燒 這個燈全部被這個灰給照住了 這個滿厲害的 然後這個 哇 你看這個牆面 就是這個法國專門的設計師 幫我們設計的 你看在這邊 我打一盞燈 你看 好不好 我現在這個昏暗的地方 我都長得特別帥 然後再來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上 厉不厲害 這個叫做米開朗基羅風格的一個花紋地板 OK 這個地板非常的昂貴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主要 爆炸的一個地方 這一片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嗎 哇 這個牆呢 就是這個 上帝那個 最後的晚餐 這是我們這個請那個 那個法國的這名設計師 幫我打造一個 最後的晚餐 然後它是一幅畫 但是 你如果呢沒有一個 文學的 一個頭腦的話 你是看不太懂這幅畫的 OK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它連這個 櫃子都幫你做好 這個所有的花紋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牆壁 非常的 漂亮 再來 我們來給你們看看 其實穿越時空這種事情 是真的辦得到的 你想要扭曲這個空間 你想要時光倒流 都不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 這是我們的 扭曲時鐘 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現在這個空間 已經完完全全的 被扭曲了 OK 現在我跟你們在試 不同的時間線上面 因為這個時鐘 看這個時鐘就知道 完完全全的這個時空 已經被扭轉了 來跟各位說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櫃子上面的這個東西 它們正面看起來是很正常對不對 後面全部騷爛 這個電視 你看它 哇很漂亮很大對不對 後面全部融掉 滿滿的一層灰 這是什麼概念 這就是一個 有錢人的概念 怎麼說 這個家喔 其實我已經 大概四百年沒有回來過了 你看這上面的 看這上面的灰塵就知道了吧 四百年沒有碰過的桌子 就是長這樣 OK 再來 我們這櫃子上面還有什麼 看一下這個 PS4 是這一台 你們看得出來嗎 它現在已經被 灰 完全染成 灰色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我幫你們打光 就是這邊 有沒有 我們的 PS4 爛光光 OK 整台爛光光 再來還有什麼東西 你們想看嗎 我們這 非常流行的 SWITCH 它的背後摸起來 非常的軟 OK 它就在後面給火這樣燒喔 這就是 我們的SWITCH 它的後面壓起來 有點軟軟的 再來呢 我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我真的拍這個影片真的是在用生命在拍 在這裡面其實你只要待10秒 我現在其實在挑戰極限 你待10秒 你的呼吸道就有點受不了 非常的殺 誰還能在火災後還踏入 火災現場的 沒有人 只有我 什麼叫世界末日 這個就叫世界末日 那麼為什麼我家會 灰修廚 我家有薄災呢 就是因為這個 除司機 莫名其妙薄災 為什麼我薄災呢 我電是插著的沒錯 但是我電源根本就沒開 我們已經沒開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媽那你沒事了嗎 回來就 欸欸 你們家火燒出來 你們家薄災 我靠腰 我趕快 回來這個家裡看 哇 幹 那個火災嗎 你看這個他媽 這個他媽的天花板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媽火燒到多高 他媽至少燒到這麼高喔 從那個門口 從那個門口 媽走 在那邊然後媽噴滅火氣 幹 媽趕快把這些 滅掉 你知道他媽多辛苦嗎 然後再來囉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家的這個 黑狗兄 來 這就是 我們家的黑狗兄 他就是我們現場 目擊證人 受害者所有的事發經過 他都在這裡面看得一清二楚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 黑狗兄先生 黑狗兄先生 請問一下你剛剛在這個回來現場的時候 你是 有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在面對這些事情 你可以告訴我嗎 喔 OK 好 是 明白 好 了解 OK 我們這個 山林黑狗兄先生呢 他是跟我們講說 他當下在這個 這個 他的區域範圍裡面 他感覺到 非常的緊張 他非常的害怕 然後 他的心情真的是 那個用言語沒有辦法形容 他反正他當下心情是非常的緊張 好不好 總而這 這位這個 黑狗兄先生 就是大概跟我們這樣講解的 因為他現在這個 精神 也有點 不安分 好不好 可以看到他這個 臉上的這個 灰就知道了 好不好 他剛剛是非常驚慌失措 好啦 那我們活在現場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對不對 我的心情呢 很開心 好不好 很樂觀 因為 你的人生 一生中 你能發生多少驚喜的事情 這種事情 我真的從來沒遇過 我在現場 你有來過嗎 你家有火燒 揮手處過嗎 你家有 複雜過嗎 沒有 那是我遇到 我人生中就遇到這第一次 我真的是 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OK 不過沒關係 給自己保持一個 樂觀的精神 那我現在 要趕快離開這個活在現場 因為這裡面真的空氣 非常折磨人 好嗎 我們趕快去我們今天訂的飯店 不知道住幾天 不知道我這個家 多久後才會弄好 我們就趕快 前往移動到我們今天住宿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 流浪到淡水 第一次這麼邋遢 你看 阿伯的東西 我要去外面 去 好可憐喔 我們家在不知的 你們家在不知的 家在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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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幫我點一首 山頂的黑狗兄 好不好 健康呀 最近 店員 男人緣是我以前同學的哥哥 看到這間飯店 他媽的 有夠高級 有夠大 OK 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這飯店滿屌的 他這邊寫 四樓 三溫暖 結果這邊是五樓 靠我腰勒 你剛剛那四樓超恐怖的 沒有得 夠不錯 那我這也是無家可虧 看一下這飯店 哇靠 很高級喔 這飯店 哇 很棒喔 這應該是我們這邊 最高級的一個飯店 像不到的飯店 就這樣 沒什麼 沒什麼好害的 現在 這樣嗎 家裡揮秀廚 小事而已 小事而已 真的是小事 反正揮秀廚我都遇過了 我真的不知道還有什麼 能比這更厲害的事情 好不好 看到沒有 有點這樣嗎 好不好 之後這個 家裡的這個 清掃到廚裡 各位拍給各位看 好不好 這個 口罩上面 媽的 全部都是 好貴 我靠 我真的什麼 半部都沒有他裡面的家 媽的 好 我們趕快 洗個澡 然後 休息了 明天還要早洗 各位 掰掰 掰掰